被雷电击中引发山火,美国加州大火延烧不息,现今又有鼠疫降临,对于所谓的防疫抗疫已经不在乎,如今只等待新冠疫苗研发出来,对疫情进行控制了,不过就在美国已经对疫情毫不在乎时,又有另一个天灾降临了,那就是如今美国加州爆发的山火灾害。 据美媒报道称,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于近日宣布,因为山火频频发生,加利福尼亚州正式进入紧急状态,不过由于近期的天气状况影响,很可能遇上狂风和雷电天气,从而使得救灾行动大受影响,一旦无法阻止此次山火蔓延,这些山火很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州。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位于太平洋东岸地区,今年这里受热带风暴的影响,因此才带来了大量的雷雨天气,每次一遇上这种天气,很容易引发山林火灾,一般这种天气的风速可以达到24000米每小时,因此这场火灾很难在短时间内可以扑灭。 而且这场火灾已经是加州今年遇上的第二波了,就在这场火灾还在进行扑灭抢救时,加州的另一处地方南太浩湖也爆发了一例人类感染鼠疫的病例。